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东县政府借由在地关怀据点或文化健康站举办这样的怀旧创新课程稳定长者大脑记忆力 也联手台东大学体育系师生巡回各站点导入体势能 尽可能让长辈的身心一起健康老化 针对各站点给予长者的一个功能性体势能的提升 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很需要站啊蹲啊手要提啊这些等等的 那这到底要怎么强化呢在我们的计划里面就介入了一些锦衣的器材 比如弹力带弹力球还有哑铃水壶 以前没有运动的时候就是全身痠痛 自从运动以后就减轻了很多而且心情也很好 我们不晓得要怎么去活动乱甩乱甩结果那骨头又痠痛了 所以说来这边有趁介的运动有老师来指导 要怎么去放松我们的筋啊肌肉啊 下乡巡回同时台东大学还加强陪力各站点的指导员 协助他们教导长辈正确且有效的运动 教我们那个筋膜的放松 是给自己一个进修的感觉 没错没错也希望我把这个所学到的东西 让我们的每一个据点每一个那个长辈都能够也跟我们一样健康 我们非常感谢财政部跟中国信托台湾采券 在111年寄注了公益采券盈予1000万元 协助我们来推动预防及延缓私人照护方案 总受益人数突破了5200人 因为手中的公益采券都能帮助在地长辈好好变老 迎接人生下半场更多的可能 东三财经新闻黄网游成为又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